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 这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 这个中永教授 到富贵大学进行这个学术教育 中老师来早年毕业于新南威尔斯大学 新南威尔斯大学是澳大利亚的 这个八手年级型大学之一 这个他目前是 Rural Education主编 还有我们发现这个四大点级 请看Manta的编文 所以这个中老师的研究兴趣在两块 一块是翻译学研究 一块是社会这个社会教育学研究 他目前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了 二十多篇SSCI论文 同时在国内这个南威尔斯大学 竟然较大 这个好多大学是兼职教授 那么中老师呢 这个这次回国来 这个行程非常紧 当时这个刚刚开学的时候 好我们这次学术讲座 让我们对周大师和邓大师的 带来感谢热烈的欢迎 谢谢杨院长 谢谢各位老师 和同学们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 来和大家分享 大家对我非常好 我先以冤报恩 这出个问题 这里有两个措置 应该是热烈欢迎钟勇同学 丽雲 我愿讲究 请大家把我施作同学 然后被教授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讲座 基本上就是讲 在座都是翻译的专业的同学 NTI或者研究生 或者学生 肯定会对我讲的东西 可能有熟悉的感觉 我讲的东西 你们可能多少都听过 甚至很了解 那么我希望 你和我来一起 度过一种体验的时间 就是来想一想 有没有另类的思路 除了我们经常讲的 翻译的一些基本术语以外 这个术语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除了我们经常翻译 做的实践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实践存心 看到同样的翻译行为 或者不同的翻译行为 我们能不能在里头读出新的意思 能不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叫做 所谓的头脑风暴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 等一下呢 我会把我的 PVD 讲的内容 留在desktop上面 所以你不需要 如果照也行不照也行 希望大家多一点分享 我比较乐于到处分享 有时候讲新的东西 如果场合合适 我就会录下视频 那么这些视频 也欢迎大家去分享 比方说 前两天我在四川 做的一个讲的叫 迅翰记 是关于视频 字幕 和这个配音的翻译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一个环节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去 看一看这个视频 如果对翻译的哲学角度的思考 感兴趣 翻译有那么多做法 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翻 有没有另类的翻译方法 这样子翻有什么特点 原因 后果 都可以去做一个哲学的角度思考 那可以看第二个 南京这个角度 叫余无对等错 是一个哲学的思考 第三个 和辅记翻译有关 既然学翻译 研究翻译 你市面看一看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同学 你会发现 每人都在 关注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那你就知道 自己还有其他的机会 因为学翻译的人 肯定会接触过一个叫 Roman Jacobson 他在这个世界上区分三种翻译 interlingual interlingual intersignal 如果这个世界上 你认识一百个人 你都有八十人 九十人 九十五个人 都在研究 interlingual的话 那么 你如果把关注力 放在 intersignal 上面 你可能会进入一个竞争比较少 创新机会比较多的领域 那么第三个 可能会有点帮助 第四个 现在国家也要求 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学习 研究型实践 那么如果你对学术 写作和发表感兴趣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第四个 今早上 邓老师给我一个殊荣 让我在五大去分享 学术与创新 那今早我又做了一个视频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 再看下一个 很可能在同一个网页上 会看到下一个视频 就是学术与创新 怎么通过学术去创新 怎么在研究的过程中 创造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思路 或者成果出来 那么希望这些对大家都有些帮助 第五个可能对老师帮助 多一点 就是我最近到处去推广一个教学法 或者特殊设计方法 叫做Curriculum 2.5 这是你们这一代人需要去考虑的 即使你不是老师 因为你们生活在2.0网络时代 你会发现你们的生活状态 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到现在基本上不买淘宝的东西 我可能一年买一次 而且还要求朋友帮我买 我到现在 顶多就是开始微信发红包 抢红包 以后要争取抢 你们洋院长的红包 类似的 但是你们发现 你们已经进入了 生活在2.0网络时代 有朝一日 你去做翻译 你要想一想 我能不能把2.0网络的概念 移入到翻译实践里 有朝一日 我相信在座的学生 也会有部分 要考虑师资师范的道路 那你想我教学有没有可能 运用到膜拜单车 淘宝原理 什么微信 或者其他类似的这种 新概念的东西 把它运用到教学里 第五个 第六个 翻译的经济化语考量 什么叫经济化语考量 这已经是一种 尝试一种 另类的思路 去看翻译了 传统的翻译 我们一说起来翻译 你如果跟严福去绘画的话 他就告诉你 翻译就是 信 打哑 那一代的翻译家 你跟他去绘画 那你关注的就是 忠实准确 漂亮 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你不加任何东西 你不放任何东西 你不剥任何东西 你不改任何东西 你不改任何东西 不争不解 不删不敢 他缺乏一种理性的思路 如果你去跟Catherine Rice 肯定有人知道 在座的学生肯定 有一问题是吗 有没有问题那位同学 对不起 我有时候误读心 有时候我以为 这个是提问题 有时候以为这个是提问题 OK 没问题 但那位同学勇敢一点 你能看我一眼吗 勇敢一点 在座的可以学学他 有问题就问 不过他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继续问 没事 脸红了好像 脸红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就知道 精神换发了 OK 继续说 你跟Catherine Rice去讲话 她讲的数语是 Functional Translation Functional给我们带来 我已经在进入主题了 在开始讲 对翻译的理解 他讲到的是 Oppertive Expressive Informative 如果再讲第四个 他就说是media 对不对 你看他开始 引入新的数语了 等一下我还要讲到 莫德贝克 莫德贝克给我们翻译 带来最大的贡献 他把翻译跟 narrative连到了一起 他说做翻译实际上就讲故事 你把东西给编成一个好的故事讲出来 narrative 最近他在讲 翻译是改造社会 改造人生 所以他说是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activism 什么意思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字 到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activism 什么意思 我们有 我这个年代的人 也会有积极要求 进步的时候 靠拢组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activist 叫做积极分子 人家都在家里 休息的时候 你出去多做点力务劳动 你就是积极分子 多找领导 老师和团支部 去聊天 那就是积极分子 我们在中国用的叫activist 积极分子 莫德·贝克也用这个词 activism 你用积极分子就不好了 叫积极翻译 什么叫积极翻译 就想不出来 实际上他讲的是 用翻译 去抵抗 Western hegemony 西方的罢学主义 这个人他生活在英国 但他是个埃及人 他就像我中国人在澳洲一样 经常对自己的少数民族的主义 这种身份很敏感 也会特别对社会上存在的扑空现象特别的敏感 比方说 我觉得澳洲这个问题比英国处理的好一点 我最近比较少去英国 我九十年代去英国 九十年的意思就是十五年 二十年前 我去英国发现 哎呀英国怎么那么多华人 就没几个能干像样工作的人 大家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 在那个餐馆里 开餐馆或者 餐馆打工 当时在英国的大学里 很难看到华人老师 我当时就跟澳洲表觉 哎呀澳洲好多啊 澳洲银行 车行 地产商 大学里头 华人老师很多 发展到今天 你们猜澳洲的华人老师的比例 和印度人的老师比例 我相信已经超过了人口的比例 比方说 我觉得我们大学为例 澳洲人口相当于中国一个 中小型省的规模 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 一线城市的规模 我们是两千三百万人 可能还不到北京和上海的人口 但是我们华人可能不到百分之 一百万吧 那就是百分之四左右 你们猜我们大学的华人老师 是多少大概 假设我们有两千人的话 按照百分之四的话 应该是八十个人左右 我怀疑我们大学的中国老师 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十 甚至更多 我们工程系里的老师一眼望过去 都是清华比赛 上来教大比赛 起码一半 我们那个医学院里头的学生 一看一半以上都是华人面孔 当然不只是中留学生 也包括我们说的ABC 所以说起来澳洲我觉得 更加多元化 英国现在也多元化 但是衡量一个文明的社会 一个多元化社会 一个现代社会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发生的机会 莫娜·贝克这个人很擅长于 在英国学术界里头 为少数族裔的包括阿拉伯人 去发生 实际上他的发生 按比例来讲也超过白人的发生 你看那边大多数老师毕竟是 英国学术华克逊白人 但是他在翻译上的影响力 我觉得相当于一个标杆人物吧 这个世界上可能最有影响力的 翻译学者目前就是他 所以等一下我会专门讲他 我在说到我自己 在我看来 翻译的思路一直都是一种 不那么理性的感性为主的 比如说忠实准确 叫信达雅 不登不加 不加不间不三 这都是主动学 主观的一种判断 包括 莫娜·贝克 Activism 它是一种主观的数字 它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要用翻译改变这个世界 连它不是一种理性的声音 它是一种感性的 一种积极主义的 一种热情 支持 驱使下的一种声音 所以缺乏一种理性的 最后这个视频讲的就是 我们是否可以用一套经济化的语言 来取代我们以前感性的 主观的语言 那么这个视频也值得一看 欢迎大家分享 我在努力向你们看齐 你们生活和长大于一个分享时代 抱歉 今天我做的字小了一点 大家可能看得麻烦一点 我刚才属于一个冗长的介绍 现在开始进入主题 今天主题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话题 我们时间有限 只能讲到其中的部分话题 我们讲什么呢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Mouse吗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鼠标吗 邓老师我还是借您的那个 那个Lesson 来武汉两天就已经学会 充分的利用武汉人民的热情了 这里 这个Holmes 他对翻译的研究 做了比较清楚的分门别类 但我们今天没时间讲 如果你感兴趣呢 你可以自己查查我的PowerPoint 我会留在这里 有个Nighter Nighter的Four Schools 四个翻译的流派 如果方便我们就稍带的提一下 最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看 2015年的一个国际会议的分会的主题 也就是为了说明 翻译现在的发展 是四面八方各种题材都出来 如果你还仅仅关注着文本翻译 准确的话 或者忠实的话 或者什么 那你的世界 你的视野就很小 你的世界有多大 取决于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很小 这个世界就很小 主要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我们也会讲到 今天最主要讲的 是演变 Evolution 特别是Change of Attention 就是大家的关注点的变化 我们会提到 Eugen Knight的奈德 就是刚才我们说 Full School的那个作者 讲到Mona Baker 讲到袁天鹏 还要讲到我自己 我们讲到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呢 我们不一定要花同样的注意力 有些多讲一遍 有些少讲一遍 Eugen Knight的听过没有 此人 听过吧 多少听过一遍 他属于结构主义学派的原学生 也属于一个翻译者 实践者 也属于一个翻译的老师 也属于一个学者 他现在已经 我估计起码八九十岁了 还在意大利开翻译 翻译培训班 Summer School之类的 他的大本营在洛杉矶某个地方 他在81或者82年或者83年 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 当时在广外办这个 叫做什么翻译培训班 我也去听了 我不是正式学者 我是旁听的 所以我跟他有一年 但他也是一个翻译实践者 他去南太平洋导卓去传教 一边传教就意味着 他要把圣经翻译成 当地人的语言 那这就给了他很多启发 另外一个Bacon 等一下我们再说 第一 看看翻译视角的改变 第二 看看翻译实践的改变 第三 在做很多翻译专业的研究生 也想一想 将来如果我要去研究的话 我面对一个真实的真人真事 真的实践 我怎么去研究它 我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 那么讲到这些呢 我希望两个人的实践 对我们有点起码 第一个人的实践就是这个莫娜·贝克 第二个人的实践就是我自己 我希望这两个学者的实践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会讲莫娜·贝克没错 我自己呢就稍再提一下 我们先说袁天鹏吧 有没有同学刚在查了 袁天鹏何写人员 那个人也在查 是吗 什么人 意识规则的翻译者 对吗 他翻译了意识规则 对吗 大概哪一年翻译了 意识规则是什么书 关于什么的 开会 开会的什么 关于开会的规则 是吗 下一点 袁天鹏 除了翻译了这本书 我们大家都翻译过 我最近看到一个好消息 北京林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毕业的时候已经翻译了三本书 三个学生 都很厉害 这个世界翻书的人很多 我也翻过书 我也翻过 我以前曾经想当过翻译的 后来有机会出国就改行了 那么我下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说袁天鹏 他只不过翻译了半本书 他只是跟人合议了一本书 那么你可以猜一下 我为什么把它做一个案例拿出来说 为什么 他除了翻译还做了什么 特别有同学在查他 你有便利了 所以你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分享一下 说他是农民 对 有道理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些做法是很好的 比如说动员大学生去当村官 给大家制造一些机会去进入到社会里面 去真正的参与这个社会活动 去进行一些社会活动 去争取给自己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 也去造福于社会 研究生 读书的过程中他发现 怎么这些人开会开得那么有张法 而且开得很高效 他就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开会 他就去参与了 而且他也竞选当了学生会的代表 然后呢有一天他还没毕业 他就跳了出来 去了美国一部公司去做项目专研 有一天大家都回国报效祖国 他也回来 他也回来成了一个白领 突然有一天拿去 我的人生意义 不在于在京城早久晚午的工作 我应该去追求我最早的理想 他就回想他在美国他喜欢的这本书 他自己很乐于参与的会议 他就想哎呀这个东西应该在中国推广 所以他就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 这本书翻译了以后 出版以后 按照我们传统习惯 我曾经翻了十本书 作为一个职业翻译 我会想一边翻一边寻找下个机会 我就会跟编辑讲 我还想翻书 他就给我推进下一本书 再推进下一本书 我们对翻译传统的认识就是 这个翻译 翻原一本 再翻一本 再翻一本 你们现在这个机会很少 你们现在如果真的做翻译的话 是去翻译公司 今天报道说我今天有空翻译公司马上网传几个task 都认不给你 马上交上去 明天就等新的 然后明天就等今天的报酬 后天就等明天的报酬 就这样的日复日复做下去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翻译 所以我会要用原天空 它是个独一无二的翻译 它想的不仅仅是那本书 它想的是怎么去参与这个社会的进步 它选择是怎么跟着中国这个社会一起往前走 并成为其中的推动力量 它觉得它的使命不仅仅是翻译一本书 它追求的是把这本书所体现的智慧 和所体现的一种文明的制度的智慧 推并出去 这个时候像我 我在等下一本书的时候 它开始了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 这个咨询公司就让它去政府的机关 学校的部门 跨国企业的那种公司去推广 它说你们开会效率不高的话 我来帮你 我教给你一种新的方法 我来培训你一种新的方法 而且它不仅仅仅进了政府的部门 学校的机关的这种部门 不仅进了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的这种人力培训 它还去了中国一个乡村叫做安徽的南唐 南唐是一个村子 大家可以想象它就跟你们其中的部分人一样 就像村官一样的 它去培训这个村子的人开会 那你想一想 它培出来也是培了我不知道多厚 反正那么厚不知道多少处章 你觉得它培了一本 罗伯特的议事规则 它把它带到南唐去 让那些村民去看它的书 能看明白吗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能看明白吗 比较难 为什么难 我们自己对农村人有种偏见 觉得他们相巴老 啥都不懂 文盲 事实上也确实 农村的文化水平确实是偏低一点 还有个问题 这是我们特有的农村现象 中国问题 这也是现在说要精准扶贫 所针对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 今天说到这里 也就是为了提醒一点 翻译绝对不仅仅是文字工作 也不仅仅是案头工作 翻译是社会活动 我们作为翻译 有什么办法 让自己的生命和这个社会的走势 融合在一起 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一份子 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份子 中国农村还有问题 就是空巢现象 对不对 为什么空巢现象 身强力壮的人 都从安徽跑到了 比如说北京 上海 杭州 广州 对不对 然后 有些有钱的也搬出去 什么意思 女生 六业儿童 老人 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你说让这些人去看他的书 怎么看呢 所以他只能是想各种方法 去做我说的 Mind Translation 培训他们 接受一种新的东西 想各种方法 那你也可以想象 袁天鹏 我刚才也说了 要去部委的部门 比如说中央各部委去培训这个 假设他去的是 假设他去的是民政部 又假设他去南唐 这个民政部 管理的一个村子里 虽然都是民政有关 但他做事的方法 肯定不同 可能到了民政部 他可以动员这些人 读他的翻译 甚至 中国很多年轻的中青年干部 是双语的 可能可以看英语的 还可以说 你还可以看英语 当然 人家不看 他也可以给别人排序 但你可以看出来 Live Translation 在一个部委部门里做 方法 手段 策略 一定和他在南唐 做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 基本上 他的一个个人的简历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挑战 假设你是一个翻译学生 你能从他的实践里头 得到什么启发 假设你是个研究者 假设你是个翻译学者 你去怎么研究 处理 分析 袁天鹏的实践 而且你要想到 作为一个翻译实践者 你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 是可以justify 是有道理 你可以把它说清楚的 人家说你不对 你可以说 你看人家袁天鹏也这样子做 我这样 那你可以说出个所以然 假设你是个学者 你要用一个方法 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 合理的样子 貌似科学的方法 去分析 那你用什么方法去分析 袁天鹏 假设 你要去写 你要去推广 你是个实践者 你又是个研究者 像我一样 你在推广新的理念 新的作法 你怎么去写袁天鹏的故事 你怎么把它写成一个学术论文 或者一个半学术论文 在学术刊物 或者其他的社会上 去推广它 那么我说的就是一些真实的 你想一想 假设你是真实的学者 真实的实践者 真实的推广者 你怎么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 大家先想一想 你任何时候 如果你想到了什么 请你举手告诉我 大家想的同时 大家想的同时 我开始讲 莫娜贝克的故事 抱歉 大家都坐在那里 我在这里喝东西 抱歉 我把莫娜贝克 我这样子说吧 顺便我把 内德和莫娜贝克一起说一下 你如果接触过 内德的话 你会知道 他有四个流派的说法 Four schools of translation 基本上从上到下 Eugine Leiden说的四个school 第一个是Philological 如果我用中文来讲 就是文字学的翻译 就是专注于把文字翻译成 英文文字翻译成中文文字 文字对应 文字学是一个比较老的学科 它建立在文字上 文本上 但是理论在不断的进步 大概在1880 1890年到192030年代 这个文字学就演变成了Linguistics 就语言学 什么叫Linguistics 它是真人的活的语言的研究 是一种对Lenaculate的研究 对真人的语言的研究 它超越了文字的研究 所以 美国人 或者很多 到了美国的欧洲人 他们去把真人的电话 或者街上的录音 录下来去研究 但是后来 发现 语言不仅仅是文字 语言是交际 语言是大家对话交流的一个过程 所以出现了 它说的 Nighter说的 communication 或者communicative 叫 语言是一种行动的 这就是后来还出现了其他的数理 包括 Speech Act 什么叫做 语言行为 语言不是语言 语言是行为是交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Catherine Rice 有一个对应的翻译学 它叫做 Functional Translation 后来 它说 进入到现在 实际上 翻译 是对 Social Semiotic 社会符号 及其意义的翻译 所以 比如说 一个人 我举个例子 这个字呢 是对字的翻译 或者对声音的翻译 比如说 佛教的某个术语 到了我们这里 就变成 那无阿弥陀佛 那个就是对声音的翻译 对字的翻译 就包括 比如说 毛泽东说 每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口 这个走口 人家给他翻了 他就不满意 人家翻成Puppets 他不满意 他说 你只能翻译成 Running Dogs 都是纸老虎 你只能翻译 Paper Tigers 因为他很关注这个文字 到Linguistics 那如果人家说Running Dogs 实际上你可以翻译成Followers 就是追随者 或者用你们现在的语言 那就是Fans 那就是美帝国主义 及其一切的Fans 对不对 那你就把语言给翻过去 Communication 或者Functional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中国人见面 说吃了吗 吃饱了吗 翻译成英文怎么翻译 你可以说 Have you eaten 或者 Have you eaten enough 如果这样的班的话 接近于Philological 或者Linguistic 但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 Communicative 或者Functional 你怎么翻 考一考在座的同学们 这个 有没有同学勇敢一点 刚才那位同学 举手说没问题 现在没举手 应该有问题 问那位同学 头又躲起来了 应该怎么翻 用Functional的方法 什么 对 那如果翻译成英国人的打造物 怎么翻译成英国人的打造物 怎么翻译成英国人的打造物 对 It's good weather isn't it It's fine today isn't it 如果翻译成澳洲人的时候 那就是getting made 也可以 对不对 实际上它就是Function 你把Function移过去就行了 对不对 或者现在 你再反译到中国 那你见到人 你觉得哇 中国人现在我觉得 很注重这个美 美女今天真美 也是这个 并不是说美不美 而就是打个造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Functional Translation 什么叫Social Semiotic Translation 在它看来 不仅你翻译出了Function 不仅你翻译了语言文字和语言 还把你的identity给翻译了过来 比方说 刚才说 见面 It's fine today isn't it 你把它译成 Have you eat 吃过没有 基本上是一个Functional Translation 但是 如果是一个农 我们说的 欠华达地区的人 农民 去翻译的话 那可能会翻译 吃饱了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奔饱还没解决 但如果是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翻译 见到一见面就是美女也好 那就变成一种 社会符号的翻译 社会意义的翻译 这一代人很关心 第一美丽 所以大家天天都在敷面 面膜 Mask 天天都在 然后天天都在修 修图把自己修成花子脸 因为这就是社会意义 所以说 Eugen Ider 他分出的四个School 是四个不同的人派 但实际上 也代表着翻译的演变 从古到今 从旧到新的四个不同的阶段 越到后面 就越新 越在上面就越好 莫纳贝克本人在哪里 你们觉得 莫纳贝克 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人很厉害 他找到大学的教职比我还晚 他大概是199394年才读硕士 我1985年已经把硕士给读完了 我1991年就在我现在这个大学找到了工作 他还没工作 所以说这个人的能量很大 他大概1997 98 99年 我忘记哪一年拿到博士 比我的博士就开始了 我是2000年拿到博士 他1996年97年写出一本书叫做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 或者换言之 这个时候 他相信的还是Dynamic Equivalence 在我看来他介乎于这里 但是 我说这个人的能量很大 在我还在 做一个普通学者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国际上的翻译标杆了 怎么说 怎么说 现在大家言必莫娜贝克 中国最喜欢请的 国际上的学者就是莫娜贝克 我估计他在中国起码十个大学 兼任着文艺教授或者讲座教授之类的 起码 他这两年退休还在国内跑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 他跟袁天童很有相似的地方 他跟我有一点差距 是我和他有点差距 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 他们不单止翻译 他们还去发声 我发声是在学生的同事的场合去分享 他们就是去社会上去发声 他们得罪人的机会更多 但是他们影响社会的机会也比我大 在这个社会你要做一个学者的话 你要做到这几点 你一定是原天 莫娜贝克那种人 第一有新想法 第二很努力 第三有传播的渠道 我要加上一两点传播渠道 我就是 顶多就是编辑点杂志出演书 他除了编辑员 他还组织很多会议 通过会议 他会招来一批人 处用在他的市场 其次 他是这个世界上 起码 我想可能是三本杂志 而且都是两本SSCI的主编 原来 一个叫The Translator 一个叫做 Interpreter Translator 他以前搞过一个出版社 就专门出这方面的书 你看 这个人就是不知道累的人 跟原天不一样 所以他有什么想法 就通过各种的渠道去 传播出去 最后再补充一点 他是个fighter 前面几个方面 我做的都不如他 最后的一个方面 我根本没做 他是个fighter 我不是个fighter 我是个典型的中国学者 儒家学者 这方面 比较往后退 人家吵架我就跑掉 我就这种人 他就是知难往上的人 跟原天同一样 这是我给学生 在做学生那种希望 我希望如果你想过好日子 跟我学 如果你想做领袖 去影响社会 让这个社会 推动它改变的话 我希望你多考虑 以原天鹏和莫娜贝克为榜样 去参与社会 干涉社会 推动社会的进步 那么 莫娜贝克 我们回到主题 我们刚才说 他大概在这里 后来等到他推出了 activism and translation以后 他基本上就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 Kathleen Wright 所有三种功能 expressive informative operative 他说我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叫做activist功能 这个时候他得建立一套新的翻译的模式 一种新的功能 他在创新 你看他的创新 他到了这个程度了 而且 他也在跟意义做斗争 我们一般人做翻译 就是翻译词嘛 语言嘛 他在向这个世界 推销新的意义 人生意义 社会意义 文化意义 他在跟意义 意义 想法 思路 去做斗争 他在想办法改造大家的思想 说的不好听 是brain washing 就是叫洗脑 说的好听 他在推动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的 智慧 和人类的 这种思想的进步 或者改变 我引用他的一句话 你们可以看 自己体会一下 感受一下 你如果去看中树孔的树 你会发现 中树孔叫我们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螺丝钉 他的英文著作里头就写到 translators are cox and wheels of the machine 我们作为翻译就是别人的工具 所以国内国外都有一种论调说 翻译就是工具 那这种说法就叫做工具论 我们是别人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别人的shadow 我们是shadowboxing 我们是打太极的 躲在后边 打太极了 我们是conduid 我们是bridge 我们是window 我们就是别人的渠道的工具 你看他的说法 我觉得中国人讲究中庸嘛 所以我们看一看 严幅的极端的忠实准确 再看一看Mona Baker的极端的activism 你会看到我们在中间 可以把握到自己的一点 先说他的 我说几个关键词 他说translators are in control of what they do 他说翻译 要有这种控制感 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掌握文本的命运 掌握翻译的命运 按照中庸的说法 我们是别人的螺丝帝 照做就行 或者我用引读一句 另外一个人说的话 他说翻译就是 Your is not the reason why 你不是去问问题的人 Your is not the reason to translate and be right 你的工作就是翻 翻准确就行 但是你看他的说法是 翻译要能控制自己 而不是被别人控制 他说翻译翻得好 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翻译为一种天赋 而是 这句话 They made a conscious effort to understand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work 他这个句话说得很含蓄 因为他出在书里头 比如说他经常是 在反美反英的立场上 来说这句话 假设你是受负于美军 做美军的翻译 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战场上 你要知道 你是参与一个不义的战争 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你要知道你的行为和后果 他的意思是 那你要采取反战的行为 他的意思是 再说极端 再说的明显 就是你要颠覆 你要搞破坏 你要搞捣乱 所以他有时候 他的有些语言是很征谛性的 在我们一般人来讲 Chester Chester有个说法 什么叫ethics ethics里头有一点 有四点 其中有一点是 谁雇佣你 你要重视于谁 你要完成他给你的任务 但莫德贝克在这里讲的是 唱的是反调 因为你给美军 驻阿富汗战领军工作 你要知道 你参与的是一个 不义的战争 不义的行为 所以你要去泄露 美军的机密 所以你要错误的翻译他们的文本 你要给他们做破坏 所以你看他讲的东西 有时候似乎有道理 但是又很威胁 你想一想 如果在一个法治的国家 实际上的大多数国家 恐怖主义都是违法的 都是要受到惩处的 他说你要跟恐怖主义去合作 那你实际上也是违法的 但你可以看到他的观念 我再说一个他的故事 我们说到他的故事 也在说国际学术上 关于翻译理论的演变和思路的变化 以及他的优点和一些局限 我们也说到 莫德·贝肯呢 他实际上是个代表的人物 他经常我们现在不理解他的做法 等到过几年发现 有道理 我写的文章 有时候因为我引用他的话 有些评审 就评审的专家会告诉我 你能不能少引用他一点 我就知道 他们不喜欢高达贝肯 但是大家还是 很尊重高达贝肯 因为他想的东西很多很新 比方说他最近做的事 我说他最近做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 他拿了英国研究协会 就叫研究协会吧 资金会 拿了一个一百万英镑的一个项目 是吗 人们也就会 一百万 这是什么概念 在国外文科里头 从来没有给过 比如说澳洲 没有发过一百万的 这种研究经费 给一个项目 英国我估计也是第一次 一百万英镑 相当于一千万 有没有一千万人的利益 差不多 就让他研究一个叫什么 叫做 Gen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ranslation 什么意思 他现在走到一步 什么一步 他走到 他前面走的是用翻译去改造社会 他现在认识到 他有些做法可能太极端了 而且他认识到有些东西别人不接受 他想到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就是德里德说的 我说什么语言就受到什么语言的支配 所以他研究的就是怎么去改变语言 他觉得只要能把语言改造过来 大家就会改造思想 第二点他做的就是 他说翻译 以前只是把国外的知识翻译进来 但他抓住一点 他说你看 在翻译的过程 知识转换的过程 实际上还出现了新的知识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最简单的例子 吃饭 美女等等 我们在改变语言 也在改变知识 甚至说产生新的知识 很多人关注翻译就看 从英语到中文准不准确 他关注的是 这个翻译从英国到日本再到中国 这个叫路径 这个走的过程中 带来什么知识的变化 有没有产生新的知识 所以他用Genealogical Knowledge 他关注的是这个 他走得很快 所以有朋友如果感兴趣 去关注一下Genealogical Translation 你说不定会有新的收获 这是他学术上的明白 第二个 专门讲他 我刚才说他是一个fighter 我说我不是 他敢在英国去发声 去讲阿拉伯人的利益 去讲那个 甚至 他说 这个我引用他的话 他说这个世界很不公 美国只支持以色列 不支持阿拉伯国家 当然他说也不对 你看美国最近采取了阿拉伯几个国家 包括只管他支持某些国家 不支持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呢他说 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不公 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 你如不去限制 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要采取自己的立场 我要采取自己的行动 你们猜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什么立场 刚才我提到 他编辑了三本杂志 其中一本最有名气的叫做The Translator 翻译架 翻译者 你要成立一个杂志 要有主编 要有编委 要有专家本委 他有个编委会 他是主编 里边还有委员 委员包括谁 他十几个 其中包括他的两个朋友 两个以色列朋友 犹太人 所以他说他一气之下 他说政府 国家国际社会 不采取行动 我采取行动 我把我的两个犹太编委给炒掉 他就炒掉 他有一个出版社 他说从此 我们不发表 任何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作品 我们的书不准 卖到以色列去 所以他有些作法很极端 他这种极端的做法 实际上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但是毕竟国际社会 现在已经很现代了 很包容了 很多元化 大家都包容他 就没有太过的为难他 但是我要指出几点 他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比如说英国 澳洲这些国家 现在是一个现代的 多元化的民主的平等的社会 任何人 比如说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说澳洲是否 一个种族主义 很猖狂的社会 我说不是 为什么 我自己没经历过 而且 谁种族主义的话 只要有证人 一定判你有罪 假设 你坐一部公交车进城里 你对着一个人说 你一个黑人干什么什么 或者你中国人什么什么 太懒惰 太狡猾之类 这样你说You Chinese 你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标签来讲的话 只要多一个人听见 两个不同的人 意思是 你骂的那人 加上另外一个人 他去法庭告你 一告一个准 很多人不知道 比如说我就 我自己也发生过 我到澳洲 九十年代 我们召了一个新同事 一个女孩子 那我也就按照我们中国人习惯说 哎呀你太漂亮了 你将来做事肯定 一帆逢世 他说你千万别再说 因为别人进来的话 听到你就等于是犯了性别歧视罪 因为人的能力 跟性别跟长相无关 所以它是一个在法治保证下很公平的社会 你绝对不能因为某某和某某是犹太人 而吵架它 你绝对不能因为以色列人做的某些事 你说我的书不准卖给以色列 我这里不发表他的东西等等 第一违法 第二道德上会冒犯很多人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有个华人 去澳洲买生意 很多靠这种投资移民 开个小生意 挣钱了就被移民了 十年前吧大家 然后五六年前 这个人去澳洲一条很热闹的街上 买了一个咖啡馆 我相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 买了咖啡馆 他开咖啡了 我们很多小吃都有这种梦想 开自己的一个咖啡馆 养几只猫 然后呢 每天就 过着那种 惬意的生活 他呢 开了咖啡馆 要请人 黑人群 应聘 他说 抱歉 我们不请黑鬼 他就有英文作用 我们不请黑鬼 这个黑人没有证人 他就告不了 国外有一个社交网站 叫做Facebook 我相信有些人 可能我听说很多人 爬墙去上Facebook 脸谱对不对 这个人就在Facebook上把他的经历写了出来 因为没有证人 不能告他 不能告这个中国老板 但是就惊动了很多人 连这个省的省长都发言说 这种行为不能宽容 虽然我们告不了他 更恐怖的是 悉尼的人 大家都是心地善良 有公平心的 无论黑人 白人 华人 大家都自动的抵制 这盒咖啡馆 这咖啡馆从此就没有生意了 澳洲是一个什么社会 你要签合同是要签三年 你要付三年的租金 他这三年就等于是白亏 他这个刚开章没有一两周 就关上就关了 因为再没生意了 从此就要负担这个房租 这就是一个你种族歧视主义者 在澳洲的遭遇 但是他也挺恶劣这方面 其中一个被他炒掉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很幽默 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 I was appointed as an academic 我作为有学问的学者 被莫娜·贝克评为编美 I was signed as a Jew 我因为身为犹太人 被他炒掉 这个抱怨也是挺有讽刺意味的 后来 英国的众议院 House of Commons 专门通过了一个法案 去谴责 莫娜·贝克 谴责她的种族主义行为 但是 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很好 他一边谴责她 还是承认她的贡献 2016年 把他选成了 The Linguist of the Year 把他选成了年度的语言学家 还是承认她的贡献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理论的变化 最新的一些成果 或最新的演变给大家讲清楚 回头我们回 我没忘记给大家的挑战 我们回到袁天鹏 我们的一个要讲一个主要的东西 这个挑战还没结束呢 袁天鹏 给大家一个挑战 去想一想 我们知道了现代翻译理论的思路 也知道她从 经过 经过 到Social Seminary 一直到 莫娜·贝克现在的 Activism and Translation 到她现在的 Geneology of Trump Knowledge and Translation 我们知道翻译的种事 我们也知道 有袁天鹏 这个人在做这种事 我们作为翻译 怎么去考察她的行为 我们作为学者 怎么去分析她的行为 她的实践 我们作为推广者 怎么去推广一种新的做法 那么说得很确切 如果假设你将来做研究生 我怎么把它做成一个配本 发表出去 假设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怎么把它做一个学 一个讨论的个案也好 或者一个论文也好 把它给做出来 发表出去 大家讲一讲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去分析袁天鹏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理论去指导你 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关注她的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争取 做出一个成果出来 大家想一下 我们今天是因为是MTI学生 所以我们专门挑战MTI的学生 本科生或者博士生我们先不问了 就专门问MTI学生 有没有想法 有想法的同学 想一想你们的领导和老师都在这里 赶快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 再一个也希望你们美国个人成为像 袁天鹏和Vanabaker一样 勇于发生的人 想一想 假设让你来处理袁天鹏 分析考察他 你会做什么 你会怎么做 有没有同学 勇敢一点 有没有同学 没有的话 就讲我的想法了 那只好 那你们只好接受我的个案 我们大概几点 那我争取十分都讲完 然后大家可以问问题讨论一下 我先说我自己的故事 我刚才说要讲四个人 Eugen Ida Mona Baker 袁天鹏 还有我 我讲我自己的事 我曾经是个翻译 在国内 也学过翻译 但是 人一辈子不能满足于只做一件事 我再跟你们讲 我这一代人 即使我一辈子想做一件事 也有这个先天的条件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 就行了 但你们这一代人不行 先说一下 很可能十年以内 这个社会上一半的工作机会会消失 澳洲 退税会计没有 新闻记者没有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自媒体了 现在国外 都是社会媒体了 再说下去 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说 中国的电视 你看到现在繁荣 也是 回光返照 很快 泡沫也要破灭 你看 你就看看 现在你们 还有 你看 你们回家 看一下 你们父母都看电视 到了你们这一代人 都不看电视 就知道 对不对 你们已经不开电视机了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还天天看电视 我会说你比我还好 我自己的电视机 一年只开几次 就看法网 澳网 美网 和伦敦那个 叫温网 所以 我不看 它有时间 我这样告诉你 我这个例子 我经常用 你以为 有些人说 我去澳洲开车 当矿工也很好 因为这个时 我跟教授一样高 我们现在 无人驾驶 美国只是说 澳洲公路上 已经有个 一千公里的 这个运矿的路 从矿山一直到 码头 全部 一千多辆车 全部都是无人驾驶 一千多公里 而且他们从花矿 到械框 都是无人驾驶 而且那些车都是 五十吨的 打卡车 你想 他们的 我们的工作 已经没了 我再举个例子 很多人说 我起码 不行 我去做售货员 也行吧 千万不要满足于 我们现在有 什么移动支付 你到了澳洲 到了欧洲 很多国家 美国很多国家 你会发现 人家连收货源都没 你去一个 庞大的超市 现在只剩下一两个 叫check up 叫cash in 那种叫 为什么他有 因为法律规定 他要给一切人 提供帮助 还有很多老人家 不会用 他要帮助别人去刷卡 我们经过就是 每个 各个物品 经过扫一下 这个再扫一下 最后拿我的信息卡 才一挥 连密码都不输 就解消 意味着 我们很多 算数好的人 工作也没有 15年 你去澳洲 你会看 super market 那一排 开箱 check up 比如说 有20个人里头 起码 10个是 中国人 印度人 也有 也就意味着 我们这些数学好的人 将来一半人都没工作 翻译 你就 你很多人还在想着 人工智能翻译 替代不了我们 但我告诉你 你想一想 科捷 和理事 理事事还理事事 他的遭遇 你就知道 我们的遭遇 好不到哪里去 不要说国外的Google translation 国内可以接触到某个版本的Google translation 还有更高级 不要说Google 你就去用训飞的翻译 你都会有危机感 所以 我说一下我自己 我一直生活在压力的下边 你别看我天天笑 天天晚 都是强作笑颜 真的 我总在想怎么改变 第一改变教学 第二改变翻译 所以你总是要做新的东西 所以我就去找新的一些翻译实践去研究 我也去看人家的弱点 你看我 我跟莫德贝格还算是朋友 这个世界上最夸朋友黑自己 对不对 我去到 我经常我也介绍莫德贝格 当然黑他一下 我说他这个 那个缺陷 但也说明我看到了 他一点薄弱的地方 他用的例子不好 我们做任何东西 现在强调 evidence-based theories 你是证据依据的理论 当你的证据念不诚意的话 你的理论就有问题 当你说 在推广activism and translation的时候 你用的是颠覆者 捣乱者 破坏者 这种翻译的话 这些不是好例子 所以 袁天鹏为我走入一个最新的翻译领域 最前沿的翻译的理论 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 我的说法就是 莫德贝格你的想法很好 但你没找到一个可靠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 合理的证据链 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证据链 我最近做的事 比如说我去重读颜覆 我去研究这个袁天鹏 都等于是在建立一个证据链 我为activist translation 建立了一条证据链 所以你看我在这里可以找到实践 真的翻译者 他们有一种新的翻译模式 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 主观的 有选择的 非常consciously 非常有意识的 主动的去改造社会 包括他选翻什么 他自己选 怎么翻 他自己选 翻给谁看 他也是自己选 就跟我们以前的翻译 假设你去商业公司翻译 你就不同了 你的工作是别人给你的 你的报酬是别人确定的 你翻给谁 也是别人给你找的 你是没有控制的 记得我刚才说 莫德贝克的说法 我们大多数翻译 都只是别人的工具 控制不了自己的程序 而原天谱这种人 从头到尾 把握了自己的翻译的职业的要求 把握了自己的专业生涯 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也去影响社会的命运 在我看来 这些就是典型的 activist translation 稍待说一下 我把莫德贝克的术语也改变 它叫activism and translation 它知道两个东西还不能放在一起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证据 当我建立了足够的证据 我等于建立新的一种模式 叫live translation 或者activist translation 这就是我做的 那么我今天把我想讲的都讲完了 把这个翻译的走势 把思路的演变 以及把四个人的故事 也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翻译 特别在这个新的形式下 怎么去生存 除了生存 怎么去变成一个优秀的学者 或者实践者 我把这些基本能够讲完 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反馈 认识一切恶心 我们可以请请问 宗老师在一起交流一下 宗老师 谢谢宗教授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刚刚听了 您在照面 《Arthema Facebook》 还有 刚刚那个原片图的例子 然后说了您的研究方向 研究新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 我最近在 就是比较感兴趣的理论 就是胡文森教授的生态翻译学 然后我的 我的想法 不知道老师怎么评价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译者 实在如何去选择一个译者 比如说一个文本 如何去选择一个译者 然后译者为什么也要去选择 翻译这个文本 以及他 他的拟定的翻译对象 是要给谁看的 然后从而 影响到他的译者出译性的发挥 我也不知道 老师如何看待我这个想法 我先说这个同学 贵姓 姓尼 尼 端尼的尼 端尼的尼 尼同学 首先尼同学 性格 这种人格 实际上在我刚来教育 不仅仅是叫知识 是一种能格的能量 我今天我觉得很勇敢 我本来我预期的是 只要你一发生 我要走到你旁边 我后来发现走到一半 我已经没人参见 我本来可以退后 叶神基金 很应该 第二 你做的东西已经挺新了 我听说国内确实有几个学者在做翻译生态学是吧 好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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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去了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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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做这个事 对 圣诞以前学 然后圣诞翻译学等等 我觉得思路跟我很接近 我们是 我觉得当你想方设法去标新的意义 而又有支撑的时候 最后大家走的方向是 很接近的 不过呢 不一定完全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 实际上我是补充了Mona Baker的说法 实际上 你的这个翻译生态学也是 不仅考虑文本 也考虑翻译 也考虑互相作用 还甚至考虑读者和这个社会等等 实际上在我看来 我们的思路是 相向而行 或者同向而行 只不过给了不同的术语可能 给他以不同的命名 我觉得有一点危险 无论谁做 无论是你做 还是学者去做 当你去做一个生态学 当你做一个学的话 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危险来讲 风险就是太大了 好像我们在做出一个全新的学问或学科 你看无论Mona Baker 还是我 想做的都是那么一点点 比如说人家前面说了很多需要 我在这里增加一个需要 人家说了很多方向 增加一个方向 好像就是在不断的 这样子说吧 好的学者 如果是sustainable scholarship 可以持续的 scholarship 就是我每次给自己 铺一个台阶 再铺一个台阶 再铺一个台阶 慢慢的一步步往上走 我每个台阶都有足够的 证据量去支撑它 最重要的是 我每个台阶都发表一两篇 我担心的就是生态学太大 很难写 就写出来一篇 没得写了 那你一辈子也就发表了一篇 要争取给自己多挖几个坑 朝上走的坑 把它作为台阶 然后给自己多几个发表的机会 每次只讲一点点 这就是我唯一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的回答 回答你们的问题没有 回答 有没有其他想法 批评也可以 分享也可以 或者问题也可以 有没有其他 好 哎呀院长姐 那我在发斗了 因为 现在这个中华师的讲 中华师的中华师 在班牌学院一年 对 我感觉他自己的观念 现在还需要比较大 对 因为在东方班第二期 有一点问题 就是 广想的 对 才有法 那一个 才法 他不得会自己说 他以前是 网绊和网络的桥梁 嗯 后来他在叙事学中间,他有狂感觉的,他是要用翻译,要重够叙事的结尾,今天朱老师讲的实际上是他最新的想法,他要用翻译来对社会进行展设,要反对拔权,实际上他反对拔权,或者说他要对一部分的抉择或者事实,会造成扭曲的伤害。 朱老师对这个怎么解释,对他之后发展的趋向,他就是翻译为一种感受活动。 Activism and interventionist 实际上我觉得,我先说一下我的感觉吧,我们中国倾向于一团和气,西方这个社会本来就非常的confrontational, 就对抗性很强烈的社会,他各个阶层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元素之间经常对抗,所以他也养成一种对抗的这种习惯。 他觉得我不对抗就一直压迫了我要对抗。所以他产生这种activism的想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用我们的话说,英国基本上不存在维稳或者叫做和谐这种倾向。 你有话你就说,无论多么放肆,多么的伤害性,他真的伤害人。 包括有些人我估计即使走在他身旁,实际上心里也不喜欢他,因为毕竟是白人嘛。 你天天骂我,但你天天跟你合作。他现在今天要有好几个本地的,就白人跟他一起合作。 但是你也会感到很多人感情上和他疏远。 我自己觉得我们一团和气不好,相当过于尖锐的对抗性也不好。 因为我想活得舒服一点,我不会做他做那些事。 但是说到他实际上就是社会的难言,他会非常confrontational。 他越confrontational,越多人看重他。 包括给他一千一百万的资助,别人拿不到,他可以拿到。 但也会有很多人在恨他肯定。 他的这种生活我不想过。 我更喜欢到处去分享我的一些温和的,中庸主义的一些想法。 但很多人会跟着他走。 谢谢。 我刚刚就对同学的评价,他这个生态发生的生态语学。 其实这个生态语学的好生态,从这个Bitological aspect, 实际上是在整个业务院里面有任何一个化学。 那么我的一个博士生,他竟然他也是想从这二期的和这个生态语学, 包括这个交给的一些开机板就在。 所以我就想,您刚刚提到这一说,这个反而不大, 后人拨出一些特别的成果。 所以我听到这种反而不大。 那么就是说,这个事实就是说, 不论这个区域,在不管是二语系统, 还是外交的改革, 用这个生态语学, 比较整个人去interaction,对吧? 对吧? 或是这个比较和谐这个地区, 西班牙营区吧? 他觉得只要去Effect Learning, 或是Autonomous Learning。 那么您觉得用这个生态, 这个机器的共享, 不是太一个群人去尝试吗? 首先我要承认。 我要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技术是一个大的党。 对,对。 国力现在非常非常的在, 不在这一块, 所以我也想, 您这个说的, 其实有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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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 您觉得不是太好。 实际上, 不,我不能这样说, 首先我要承认, 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 所以不太了解。 第二, 我对这个Ecology of Translation, Ecological Linguistics, 都不了解, 千千了解。 所以我说的话, 没有, 不可靠, 没有, 不是informed, 所以呢, 可能有偏缺。 但是我觉得, 如果让我, 我在国外好像听这个, 都好像中国说的多一点。 美国人说, 对, 对, 我觉得它对我们的启发是, 超出文本本身。 以前说, 语言就是文字本身的一种研究, 后来又是语言, 这种communication的研究, 或者manacral的研究, 后来是function的研究, 千变不离其中, 都和文本相关。 现在呢, 它给我们的贡献就是, 都处我们认识到, 语言是活的, 活的人, 用于活的人和活的社会上, 它有一种社会功能。 所以呢, 我觉得它的意义是, 很有建设性。 至于怎么做, 我可能纠正我刚才那个说法, 如果你好好设计的话, 假设我这个是, 因为我研究过用经济语言, 去重塑改造翻译语言, 所以我专门研究过经济, 我后来就发现我的头脑, 变成一种经济性的头脑。 我经常想, 怎么用最小的投入, 去得到最大的回报。 你们刚才一直想着, 我就在想另外一个可能性。 假设一个equality, 你把它作为一个py graph, 什么叫py graph, 就像一个圆形的那种, 一个一个界面, 里头假设你有十个环节, 构成一个ecology, 或者八个环节, 多少环节都好, 一个固定, 一个arbitrate, 一个假设的number。 那你可以去探讨一下, 我动其中的一个元素, 对其他有什么影响。 那我想起来, 如果有八个元素, 可以做八遍啊, 我先动这个元素, 有什么影响, 写一篇文章。 再动下一个元素, 又看有什么后果, 又写一篇文章。 也可能可以写成八点文章。 但是问题上, 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很多翻译学者, 没有这种经济头脑, 他就想不到这个。 所以, 取决定怎么去做? 如果有一种经济头脑, 你可能可以多做几个项目出来。 你还要想, 你是否具备足够的这种工具, 或者方法, 比如说我改变一个策略, 改变一个元素, 是否对其他元素造成这个变化, 影响, 你用什么方法去测量, 你要想, 有没有掌握一个可靠的, 有没有有效的方法。 想法再好, 没有方法, 你也做不到。 所以那你要看, 你招到什么样的一个人。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各位同学, 让我感受一下我们学生的风采。 有问题就问, 问题没有好坏指的, 没有深浅指的, 什么问题都行。 没有界限,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好吗? 非常感谢钟老师, 今天下午精彩的演讲。 那么我们通过钟老师的这个演讲, 我们看得出来, 实际上, 学翻译的和原学是分不了家的, 所有的翻译学理论内部都会有一种原学理论在知识。 就是这个钟老师讲的这个, 比方说最早的, the knowledge, 它背后就是文字学, 我们中国叫训工。 对, 然后在哲学上, 我们就采用了解经学, 它用来解释, 这个字是什么含义? 它实际上就是字的signified, signified, 探讨这两个字。 那么到了原学阶段的时候, 翻译学变成一种科学了, 但是强烈英文语系之间怎么转换, 就是这个未积的理论就出来了。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我们讲翻译系统交接的时候, 就是刚才钟老师讲的, 考虑到语言的功能了, 这个时候GFD, Juman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就出来了。 最后到了这个社会, Antisemiotic, 这中间还有好多的学派, 比方说翻译的语用转向, 翻译的文化转向, 包括翻译的哲学转向。 那么我们听了这个讲座,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翻译方向的老师, 或者学生,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学好我们的语言基本功。 没有深厚语言基本功, 我们对翻译的理解是肤浅的。 这我想说的第一点, 比方前一天我在QQ群的一名学生, 发了一个作业调查, 他们翻这个阿米亚汉, 他挑战了传统的, 改变了印度社会对这个女性的观念, 很多的学生跟我翻这个动摇, 就翻 shake, 我说你这就是word by word translation, 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 你多看见电影, 看见书, 你会用一个更漂亮的词, 叫challenge and change the negative you of women, 这样出来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有文层。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就是所有的翻译学背后, 理论背后都有一种这个语言学支撑, 那么语言学背后又是一种心理学在支撑。 如果我想进入最前一的就是, 通过今天的讲座, 我们还要对哲学思想有所了解。 比方说,今天钟老师讲到的, 对翻译的认识, 最新的发展, moderate的变化。 他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他实际上认为翻译是一个桥梁。 那现在他的观念变得, 翻译不仅仅是mediation, 是个mediator, 他还有intervention, 要干涉, 要用翻译来改变社会。 那么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西方现象学里面的格兰西,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知识, 他语言背后还存在整个意识形态。 所以, 通常是说, I was spoken by Chinese, I was spoken by English, 语言到语言的程度上, 反过来可以掌控人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想说的是, 我们对任何一个理论的支撑, 那么我们都是选题, 重要是说, 要做小, 选小题目, 把它放大, 而不是大题目小做。 这个, 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书, 听到了一个讲座, 有了一个灵感, 我们就想回去思考, 探究。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比方说现在在中国, 生态翻译学受美国和北欧的影响, 这个耐似的, 北欧的, 就是讲生态, 生成生态学, 有生态翻译器品, 我们华诗的, 这个列振昭教授, 在国际上做得非常好了。 现在华南农党也做, 那么翻译学上, 这个彭文森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 实际上严格地讲, 生态翻译学是国内的一个concept, 它此次翻译严格的一个目净而行, 那么, 这个很多的老师, 包括黄古脸啊, 包括这个其他的专家学者, 都对这个有所讨论, 所以,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 咱们做论文, 去发小文章也好, 做我们的学位论文文也好, 一定要想到, 我们的翻译研究, 在语言学上, 一定是自律的, 它是, 可以说是, 那么, 当我们考虑到, 翻译是一个社会活动的时候, 它的社会影响, 为什么选这个文本? 为什么采取这种设备? 这个文本在哪里被翻译? 怎么样受到流传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已经脱离了文本, 它是受到社会翻译处, 卡绿文,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研究层面, 所以我们既要做本体的研究, 在论文中间, 做点评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很高的学术, 试影和境界, 你这篇文章做出来, 还是个老教上台,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 就, 中了是谈到的词业, 那么, 中了说了, 他多年前是翻译, 我原来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我想读中文学, 我中文学校, 考陕西师范大学, 有一个叫, 霍宋林教, 文艺美学的, 知名教授, 但是那时候父母说, 你要读中文, 多少工作, 第二, 你可能不在武汉的, 因为我是武汉的, 后来我就选了一个很保险的, 英语专业, 但是, 有时候是会已经错阳差了, 这是因为我喜欢中文, 所以我做翻译的时候, 就比较得意, 所以我去考博士的时候, 这个大家知道, 你要考北大, 湖戴, 华东斯大学博士, 要考古代文学, 有一篇文章, 要是古代汉语, 翻译现在汉语, 就是很老很老的, 要去翻译英文, 这实际上就是中了是讲的, 严内翻译, 所以严内翻译, 再来做严外翻译, 所以我要说的是, 同学们的举业规划要有危机感, 也就是说我们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间, 我们要想到十年以后, 我们能做什么,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多听讲座, 多读书, 我们的理念是一评多正, 一专多的, 就说, 比方说, 要是我来跟着邓老师读, 我不能只学邓老师的爱你喜的学习策略, 我要学一些, 在邓老师他研究范围之外的, 一些理论, 将那我才能超过那, 对吧, 那你同学们跟着我们, 在福大中研究生, 你们也要有这种心态, 就是, 学我则死, 私我则胜, 这是起来死的一句话, 对吧, 最好的学生是什么, 向口主向之间, 你学了老师的优劣, 但是你最后要操了老师, 你今天自己学的专业是, 你明天也许会做一个跟你专业, 没有关系的工作, 但是一定是, 你现在的训练, 学术训练, 你的思维训练, 也就是最大的训练是什么, 不是来一个问题, 而是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 所以大家看, 周老师今天这个讲座, 唯一唯到来, 从总监发展史, 选取了几个样的, 他自己, 莫拉贝克的职位, 这个学者, 然后整个红线把他们穿起来, 对吧, 其实, 周老师做得最好的是教学, 他的教学2.0版, 在国内外带上非常大, 今天只是一个开端, 我想下次我们另外一个机会, 请周老师再来给我们讲教学2.0, 也希望同学们将来, 能够超过周老师, 您做教学3.0, 让我们最后也热烈掌声, 对周老师和邓老师和他的博士,